阿福的特性 滑球好还是快去 先发好不容易拿下胜头 对他来讲应该这个士气 有点回升 因为先前是 先发拿下了905 没错啦 那就905真的是不大好的数字了 924终于终止拿下胜头了 那这样比赛呢 我们看到这时候呢 牛队的防守状况 那是状况百出 刚刚那三角手呢 一个又是该接到 可以接到没有接到 形成了失误 让王胜伟呢 跑一本来攻下 向队的第一分 牛队呢 连同刚刚投手接球 没办法传球 等于算是两个引擎的失误 结果这时候 失误像是会传染一样 幸好呢 林一拳接到球之后 赶快踏一壘 刺杀了陈冠润 不过兄弟相对呢 两人出去之后呢 还是攻击到了二三壘 这时候打击了 王靖友 哇 游记手这球 等弹跳 没有算准弹跳的幅度 结果王靖友呢 打出了一支安打 就有两分的打点 相对相对呢 这个半局呢 非常有剑术 我们也知道 姚靖友对打杨剑福呢 之前也是非常有一套的 对 现在队上杨剑福 九个打输六支安打 这样子对战的打击率 有高达六成六七 这些数据真的是会讲话 这个半局呢 兄弟相对的 有剑术和一口气 攻下了三分 也变成了三比零 二局上半呢 我们看到是牛队的进攻 第一位上打击的是 谢家贤呢 这是打成的内野滚地球 刚刚王靖友呢 不但打得好 这边手背也相当出色 接下来是第六把的威纳斯 敲出了牛队的 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 一人出局 威纳斯安打上壘之后呢 轮到的是 打击的是 打哄 震达红 九支球打了三个场景 一来走 王靖友一个飞扑 哇 把球接近了手套里头 有没有接到呢 看起来是接到了 而且呢 还让威纳斯呢 根本来不及跑脸回去 这是一个nice play 我们用慢动作再看一次 王靖友精彩的手背 我们刚刚一天摄影师的 回来的摄影师呢 真的是非常厉害 这球捕捉的到 你看 不同的角度 王靖友这个飞扑 真的是 六星级的手背 这球的反应力 真的非常地快 马上再 take的一壘 威纳斯根本连 回壘的意图都没办法 来不及了 牛队进攻 哇 兄弟相对呢 靠着王靖友呢 能打能守的美劲呢 现在呢 继续取得三比零的领先 五局下半呢 相对攻势在一起 一出局之后呢 第一位上当打击了 周四齊呢 敲出了一只右眼方向的安打 这时候相对呢 轮到是中心棒次的打击哦 这回他是敲出了安打 而且之前阿福呢 在第一局的遇到乱流之后呢 其实二三四局呢 都投得相当的不错 我五局下半呢 似乎有点挣扎 接着呢又四坏九保送的 彭正敏 这十次的滚地球里面 又有两次的失误了 这对杨靖武来讲 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阿福上一次先发 好不容易终止了连败 这场比赛不想再输下去了 这球打成内股地球 踩到二壘之后再传一壘 精神的double play 化解了危机 正常非常开心 能够帮队友解决掉危机 双方真比亭的比数呢 一直都僵持到了七局下半 我们看兄弟相对 这边再度有攻势 三列手维纳斯 虽然球掉了一下 但是呢接起来之后呢 立刻传一来还来得及 精神的一人出局 我们刚才长得投球的 还是阿福杨建福 结果这球呢 让王胜伟 眼睁睁地看到好球 入到本来版 这球是个好球 才能拉弓了 让他三人出局了 两人出局之后呢 我们看到第二棒的刘耿兴 这球打得相当巧妙 而且偶尔超过了 左外一手的防区了 一路滚到全面打墙面 这是一只长打 刘管兴呢 原本绕过二累 就还想跑三列 但是后来停了下来 这是一只二连安打 接下第三棒的周思琪 这球打得出去穿越了安打 刘管兴通过三连之后 跑回本磊攻下了 兄弟相对的第四分 快速球 打曲球 直插球 这时候呢 兄弟相对连接换上的仇 第二任投手蔡明镜 结果他让恰恰 彭正明打成一个 中外野方向的飞球 够高 但是不够远 遭到的接杀 蔡明镜呢 这样有效地 化解掉了危机 还有周思琪 联系 新的